家里的插座灵火接返了 有没有危险 客户说他们家的插座都是灵火接返的 应该是左灵有火 现在是左火又灵 让我看一下有没有隐患 还有这种LED灯晚上会微微亮 我感觉他这个电路是有安全隐患的 来看一下他家的配电箱 他那边侧了一下 就是那个 那个总电源旁边那个右边那边 那个内路装法 其他都好了 插座灵火接返没什么危险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灵火接返 那就是有危险了 你帮我检查一下 这个地方灵线是带电的 火线是不带电的 这种路保如果灵火接返很危险 那现在是反的不 现在是反的 灵线都是带电的 上次屋越查完 反但他屋越不敢换 不敢给你换呀 哦 那下边接返了 上面灵线是对的 下面灵线是对的 然后下边是反的 下边都接返了 为什么呀 你插座灵火接返不影响 但是这个如果灵火接返很危险 就是你如果 跳着了以后 跳着了以后 你再扯他下边还是带电的 所以说您 您在电话里问我 那个灵火接返有没有危险 我都没法回答您 就是跳着了以后 他下边还是带电的 就不安全 也就是说跳着闸以后 您插座还带电 就是您就是漏电以后 人受不受伤 先不说 就是漏电以后 电器漏电以后 他应该跳闸断电的 你像这种 断了 连灵火都没有 但是这一个他还有 所以说那个 电器上一直在漏电 一直在 他断不了电 所以说很危险 像这种灵火 不能接返 一定不能接返 这个也是 像这种 这个也是 像这种 这种 这种一段全断 这种一段全断 改一下 把这个静线灵火 改一下 做灵火 雷工出火 改回来以后 所有的插座都好了 那 昨天加热水器 都改了两个 那时候还得再改回 再改回来 这么松 很松 很明显 这常识 上面接火 下面接火 都给他所有的 都给他剪一下 这种活物业应该给你们干了吗 物业不敢呢 我也说他接 有这种出现问题了 然后他得担责任 担什么责任呢 这是举手之劳啊 他说他之前 那家什么 就是什么接了个什么东西 插头什么火烧的 给改了一下什么东西 他没怕投诉 就是错了问题怕投诉 对对对后来好像又谈了啥问题 其实就带了他 也是 这样您的灯 它就会不会出现那种微亮了 哇 好微亮 把灯亮 这个那个那个格档 它那个灯是亮的 就是晚上关的灯 就是这种效果 这样即使漏宝跳了 它下面也是断开的 不带电的 你想他这一个 如果卫生间热水器 如果漏电的话 它啪就跳了 跳了以后 如果这个是火线的话 它断不了 它下边还带电 热水器还会带电 所以说人洗澡很危险 它断 它只断这一路 而这一路是直通的 这一路如果是火线的话 它断不了 所以说这种漏宝 就得要求 灵火一定的接对楼 昨天来装热水器 和小初宝的师傅 把插座的灵火线 在这个位置掉了一下 我再给它改回来 现在全屋所有的插座 都是左灵右火 左灵右火 左火右灵 其实不影响使用 就是这种漏宝不能接反弄 接反弄是有隐患的 就这种案例很多 这个还请大家多多重视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卖火花 拿一块 这里是电厂 是电厂里面 这吻压器 嗯 它扎了两次了 所以它没敢开了 这里面有一个扎也扎 这个也扎了 是一个短路的地方 跳下来的是空开 不是露电保护器 去看一下设备电路 工人说一送电 好像吻压器里边打火 但是我在吻压器内部 没发现有打火或者烧糊的地方 那有火花打火的地方在哪呢 电线走到设备下面 有没有被老鼠咬破的地方呢 看一下吻压器的 进线和出线这个地方 这进线口都打黑了 线破皮了 打到了设备外壳 才导致的跳闸 这是进线 出线还没问题 这样这个设备 总是跳闸的原因就找到了 其实我是想 把这个电线掐断一块 重新接一下就好 电线是从地上一个线巢里边出来的 在线巢口这一块你看 电线皮也被嘎破了 破了两道 所以这一块也得处理一下 如果不处理的话 这一块迟早会隔破线打火 铁的线巢很缝利 这个边 我一般都是用钳子把它 就是 这怎么说呢 把它这个比较缝利的一面 这样就给它避开了 不会伤到线 因为它这一块有个气管 有的时候要关气 有的时候要挪动着一个吻压器 所以会隔破线 这一块也是 这一块怎么处理呢 破皮的是电源进线 我原本想把这个红线打断着一块 直接掐断 把那里头接上就可以了 就这样接上 然后这样就处理完了 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这个地方时间长了 还会不会磨破呢 干脆一不做二不修 给它处理一下 我一般都是用鞋口钳 把口给它扩大 就是把这个缝利的边 给它窝下去 我这种处理方法有点野蛮 也别学我 这种不好看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师傅也这样处理 把电线搞进去 外圈再套一层电来皮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像这种出线口 擀破电线的现象 遇到过很多次 里头线一接 这就应该没问题了 好了 准备合闸送电 这边合闸送电 这样这个小故障就解决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指点